每一個英特爾的CEO 我都認識 包括這個傢伙 這個傢伙 在五年以前 我說這個傢伙有點不客氣 可是他對TSMC 現在也很不客氣 我也不過只是 你只能知道 所以說 他知道 在科技事業裡頭 還是當經營的 當CEO 還是最好恐怕還是技術出身 那現在 現在Intel 忽然發現了 至少Intel 現在的CEO忽然發現了 他最近就在說 因為Intel 最近股價又不好啦 他在這個 analyst 又把它 run down 了 那現在的CEO 他才做了半年多而已 今年二月才做了 他是一個技術人 他沒有念過大學哦 但是他是一個技術人 沒有念過大學 沒有念過大學 是一個技術人 那他講的時候 哎 你看 前幾個 前幾個 那個 CEO 他以前的幾個 他們連技術人都不是哦 公司怎麼會做得好 這是他最近講的 當然這句話我覺得也有一點 講得太偏離了 我是每一個Intel 的CEO 我都認識 包括這個傢伙 這個傢伙 在五年以前 我說這個傢伙有點不客氣 可是他對 TSMC 現在也很不客氣哦 這個傢伙 我也不過只是 以此人之道 而自討 好 這個傢伙 現在21年 2015年 他已經不在 他那個時候不在Intel 他來看我 他來看我 那個時候 他認為 在台積電發展得很好 他那個時候是 在另外一個公司 叫VMware 那我 他來看我之前 他先寫封信給我了 說要來看我 要到台灣來看我 他說是 他以前 在Intel 做了三十年 從十八歲 做到四十八歲 離開Intel 現在在VMware 要來看我 好 那我 接見他 我先問他 VMware 到底是什麼樣的公司 因為我 我真的不知道 他就在十五分鐘之內 告訴我 解釋給我聽 VMware 什麼公司 解釋得很好 我覺得這個傢伙是個人才 這個就是 我下面的學習與英文中 有說服力的簡報 其實有說服力的簡報 其實是有一個trick 那個trick就是 你自己要相信你在撿報什麼東西 你知道嗎